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維萊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是這一週的 英雄地下城的這五隻要練哪一隻好喔 那這一週的五隻魔靈的話 我覺得都還算是不差的魔靈 最...我自己覺得啦 最不實用的 應該不是這一隻我還沒練的光武士 是他隔壁的那一隻暗槍手 他技能組真的是... 看起來有點東西 用起來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既然都提到他了 我們就直接先從暗槍手開始介紹起 暗槍手他的二技能呢 就是那個蹲下加傷害 那重點是他的三技能 如果在他蹲下的期間擊殺敵人的時候 那他會持續蹲著Kabaki 並且還會增加自己的攻擊條 其實百人名他就是想要做成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他就是想要做成一個 蹲下之後可以一殺再殺 擊殺一個目標之後 快速的可以再擊殺另外一個目標 但如果今天你的隊伍上面 是沒有搭配破防狀態的角色的話 單純想要靠二技能蹲下 搭配一技能去收頭 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非今天對面已經殘血了 並且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暗槍手他的身體數值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爛 體力近乎頻寫 攻擊就一個攻擊級魔靈來講 也沒有到達他應該有的數值 防禦力也不好 腿長也只是擺設 實際上沒有什麼速度 在這樣的身體數值情況下呢 對面但凡只要血量多一點點 你想要靠二技能蹲下之後 直接收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想啦他最大的用途 可能就是去搭配圍角類型的角色 然後利用圍角角色 帶著他去使用這個200%的傷害量 去對敵人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那這時候呢 如果有收頭的話 那就可以持續維持蹲著 並且利用這個拉條 快速的再進入下一輪的攻擊 整體上的用途啦 比起其他四個屬性的搶手 真的是沒有什麼表現的空間 如果真的想要玩他 我會建議可能走到一個 吸血反擊 或者是激怒反擊 猛攻反擊都可以 應該肯定反擊是必備的 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利用反擊之後的擊殺 或者是利用反擊先去消掉對面一些血量 然後讓他的這個三技能 可以去發揮最大的效益 再來的話呢 光屬性的武士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波流角色 他最大的用途應該是使用在競技場 那我自己沒有練他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一波流的進攻 其實在競技場來講 你可能打到金三必一必二 還是有機會的 但是想要在網上打就更困難了 那再加上我自己其實打競技場來講 也算是很偷懶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練這一隻角色 來去做到速刷競技場 而且想要速刷競技場 重點並不是在傷害型的角色 重點是在你的速度角色會不會被插隊 現在競技場的防守啦 基本上無論坦隊還是速隊 都一定會有一個高速角色在那邊 防止你今天完全是使用 沒有速度隊長大傷害直接拚一波 那這個角色為什麼我說他其實很好呢 重點是他的三技能喔 用發光的劍氣攻擊敵人兩次 有落花效果將會增加25%的傷害量 後面這邊其實看看就好了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一波流的隊伍 這個增傷是一定吃得到 因為通常我們就會在前面搭配上水海盜這個角色 所以呢 有破防就可以吃到這個25%的增傷 這讓這兩段的輸出是變得非常的不錯 並且只要發生暴擊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100%的機會觸發超天亮拔刀樹 所以這個角色的出手幾乎就等同於是 一定可以使用到3技能去接上超天亮拔刀樹 而且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這個角色的激素有來到120 其實以攻擊型角色來講我覺得算是非常的不錯 可以把更多的數值拿去參加攻擊爆傷的部分 是一隻如果你算是比較前期的新手機 想要練一隻速刷競技場的角色 他是我非常推薦的一隻 隊伍的搭配可能就是像這樣子 隊長的話呢會依照對面的速度和情況 如果對面速度比較快一點我就會選擇可能類似水爹這類型的速度型角色 如果今天我有自信 我一定可以跑得贏對面 對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速度隊長的陣型的話呢 我就可能會選擇是火龍這類型的角色 直接做到一個有攻擊隊長有冷卻的一個大傷害直接打一波 再來的話呢水功夫 因為我自己覺得也算是一個還算可以的角色 他在比較前期的時候大多數的人會拿來打這個 三頭龍的一個非速刷陣型的角色 因為他使用完三技能之後有機會進行反擊 這讓三頭龍攻擊的時候就有機會讓他去做到反擊 去做到降攻去做到退條去做到一個傷害 但隨著三頭龍的速刷隊伍誕生 這個角色的使用空間是真的直線下滑 所以除非你還在很前期你還沒有辦法速刷三頭龍 那這個角色可能你也是可以考慮練起來的 不過老規矩啦 沒光暗優先選光暗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前期的新手 除非你真的運氣很剛好 這兩隻光暗都已經有了 然後你又剛剛好 是還沒辦法速刷三頭龍 想要組三頭龍的隊伍 那可以再來考慮要不要去把這個小雲 水屬性的功夫妞給他練起來吃技能來去打三頭龍 再來的話呢 火Q寶算是這一次技能改動過後 比較驚豔的一個角色 但實際使用了之後呢 嗯 白驚豔了 他的一個被動技能在現在敵人獲得追加回合的時候 自身攻擊還會增加25% 並且減少二技能的一回合CD 換句話說 其實這個角色啦 他在敵人暴走之後可以給到很不錯的懲罰 但這個角色的使用上有綁定幾個條件 第一個 對面不能有退條型的控場角色 第二種就是對面不能有大傷害角色 一旦有其中一種的話 遇到大傷害角色 他可能一刀就直接被送下場 遇到有退條的控場角色的話呢 他的這個提條 未必表現的比對方的退條還要強 並且他一定要綁定對面是有暴走 今天如果是退條型的一波流隊伍 你如果讓他的風化博暴走 如果你讓他的暗兵器暴走 這個角色基本上也沒辦法做到太多的事情 這可能是他比較尷尬一點的地方 如果讓他的這個攻擊條增加改回原本的50% 那我覺得他的表現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我自己覺得他的表現空間就真的比較綁定場合 不是不能用 你真的遇到那種對面是矛起來想要跟你拼暴走的隊伍的話 並且對面傷害能力不用很足的情況下 這個角色的上場還是有機會的 他的符文很簡單 就直接走到一個絕望意識就可以了 速度越快越好啦 防禦最好可以再高一點點 就是讓他作為一個後手反控場的角色選擇 雖然說我符文配好了 但我使用他的場數真的是虛值可數 就你真的要遇到那種 對面是會要矛起來跟你拼暴走的隊伍 沒有那麼容易 並且綁定還一定要說 對面沒有太大傷害的角色 或太強的一個退條控場能力 否則的話就算他行動了 可能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魔況比較簡單 就是直接追上魔況走起 其餘的話呢 如果你在基礎屬性的面板上面 命中是沒有很足夠的話 也可以在魔況這邊去挑選一個二技能的命中 畢竟他重點就全部擺在他的一個 二技能的群消群退上面 再來最後一個角色的話呢 是我們的風羅叉 風羅叉是一隻在次元地下城 我覺得算不錯使用的角色 這個角色他的賣點是三技能 回合結束的時候 有20%的機率獲得追加回合 並且這個角色如果沒有發動被動機能 那每一次回合結束之後 他的這個發動機率將會增加20% 這個角色去搭配暴走符文 可以說你完全不知道他有可能會動幾次 他有一點點像是 之前的一個暗蠻王 但暗蠻王在改了一個他的暴走次數 他的三技能狂暴能夠獲得回合的上限之後 其實表現上就真的下滑了不少 但這個風羅叉的飛動技能 搭配暴走符文 是真的你會發現 這個角色的暴走體感 比起就算是過往的暗蠻王 都還要來的明顯 並且二技能可以去給到一個稀條 加上多段的一個毒傷 一技能也是可以給到一個緩速 我自己是把他拿去打這個 露露的惡覺地下層 因為剛好屬性上有一個優勢 並且會稀條不知道會暴走幾次 打起這個露露地下層的速度算是蠻快的 不過就真的可能是在次元地下層的 某一些關卡來講 使用上是有表現空間的 那如果除此之外 你想要用在其他地方的話 你要清楚這個角色就單純只是一個賭博角而已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週的一個 英雄地下層的五隻角色 我自己的一個個人推薦啦 我最推薦的這一週應該第一名是我們的光武士 第二名的話就強度而言 我可能會選擇火Q跑 但就稀有度而言 不用講一定還是暗槍手 剩下的角色的話真的就 我自己覺得算是有一點吃平 你真的說他們好用嗎 沒有他們沒有那麼好用 但你又要真的說他完全沒用嗎 沒有他們也有一些地方 少部分是可以做使用的 所以可能還是見仁見識 沒光暗絕對還是先把光暗選起來 那如果你有了光暗的話呢 這些角色如果有你又剛好還沒練 那你就再來考慮哪個角色 可能對你的幫助是最大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在這段äv vidéo